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种境遇都会让人体验到不同的生活 做人读懂这几句话你会有更好的生活 一 苦难磨练人的意志 高尔基说过苦难是一所学校 人生没有坦毒 有时候风雨和逆境反而能够磨练人的意志 让内心更加强大 台湾作家林清玄的《如果麦子没有考验》中 农夫苦苦向上帝恳求给他一年的时间 四季风调雨顺 不要有任何自然灾害 上帝答应了他 果然这一年 农夫的田地没有遭到任何狂风暴雨 烈日和灾害 麦穗涨了很多 农夫兴奋不已 盼着丰收的日子 结果到了收割的时候 农夫却惊讶地发现 麦穗里居然没有一粒麦子 他问上帝是什么原因 上帝告诉他 一旦避开了所有的考验 麦子就便只会有空壳子 对于一粒麦子 接受考验是不可避免的 风雨 烈日 蝗虫等灾害 可以充实麦子的内在 人也同样如此 如果没有任何考验 人也只是个空壳罢了 只有经历各种磨难 才能更好地成长 凤凰涅槃靠的是在苦难中 磨练的意志和智慧 否则经受再多的苦难 也不过是一只着了火的鸡 你的每一种磨练 都会变成人生的历练 和生命厚度的积累 挫折和苦难 虽给人带来痛苦 但往往可以磨练人的意志 让人更好地成长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一帆风顺 总会经历这样或那样的苦难 苦难是人生的一种经历 不经历苦难的人不出色 不经历苦难的人不完美 苦难是一个筛子 筛掉弱者留下强者 面对苦难 不屈不挠 咬牙挺住的 必有后福 面对苦难 萎靡不振 自甘堕落的前途黯淡 宋代的大文豪苏氏 经过乌台诗案之后 被贬到黄州 虽然当时的苏氏 侥幸逃过了一死 但是被贬黄州之后的低谷 给他的内心 同样带来了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上半生在朝廷之中 虽然说也有很多问题和羁绊 但是好歹拥有功名利禄和富贵 突然之间被贬 黄州一无所有 这个时候的苏氏也一度陷入了绝望 但是冷静之后的苏氏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通过尽心修缠来解脱了自己的内心 让自己摆脱了身处低谷之中的痛苦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苏氏写下了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八九万千天 不知天上宫阙 清兮是何年 这样的流传千古的家具 苦难是一种经历 也是一种考验 经历了苦难 便学会了应对 学会了化解 化干戈为玉帛 化不力为有力 化被动为主动 化愤怒为力量 苦难是上天来渡你的船 只有经得起考验的人 才能乘上这条船 是向未来 是向成功的彼岸 二 圈子决定人生 你的圈子决定你的未来 你的认知 能力 收入 财富 甚至去哪里做些什么 能做到什么程度 都与你所在的圈子 息息相关 离你最近的人 决定了 你的人生走向 一根稻草 跟白菜捆在一起 那它就值白菜的价格 而如果把它跟大闸蟹 绑在一块 那么 它就是大闸蟹的价格 稻草和大闸蟹如此 人也一样 跟不同的人在一起 你的人生走向 就不一样 和勤奋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懒惰 和积极的人在一起 你不会消沉 与智者同行 你会不同凡响 与高人为伍 你能登上巅峰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秀才 父亲赶考时 因为不放心 快要临盆的妻子 所以带着一同前往 结果 途中妻子突然要生产 秀才慌不择路 闯进了一个图户家 恰巧 屠户的妻子也在分娩 于是 接生婆为两位妇人 一同接生 两家都喜得贵子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秀才的儿子也成了秀才 老秀才带着儿子 准备进京赶考 路过屠户家门口时 想问问屠户的儿子 是否一起进京 谁知 屠户的儿子子成父业 早已成了一名屠户 老秀才不解的问 你儿子跟我儿子 生成八字相同 李该也是个秀才 怎么会成了图户 老图户听了笑道 他从小跟我学杀猪 学也没上过 拿什么去考秀才 原来是环境 影响了两个孩子的成长 生活中 你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甚至能改变 你的人生轨迹 决定你的人生崇拜 人和人之间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要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孤佑梦母三千 足以说明和谁在一起 的确很重要 雄鹰在鸡窝里长大 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 野狼在羊群里成长 也会爱上羊 而丧失狼心 原本你很优秀 由于周围那些消极的人 影响了你 使你缺乏向上的压力 丧失前进的动力 你也会变得 俗不可耐 很平庸 如果你想像 雄鹰一样 翱翔天空 那你就要和雄鹰一样 飞翔 而不要与燕雀为伍 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 驰骋大地 那么你就要和狼群 一起奔跑 而不能与鹿羊同行 正所谓 画眉麻雀不同嗓 金鸡乌鸦不同窝 这也许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和耳濡默闪的作用 如果你想聪明 那么你就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 你才会更加睿智 如果你想要优秀 那么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才会出类拔萃 你周围的圈子 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 圈子越好 对你的帮助也会越大 你身边经常交往的人才 决定了你的价值 排友只会催你打牌 球友只会催你干杯 而厉害的人 却会感染你如何取得进步 结交比自己厉害的人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拓宽 自己的人生边界 走向更厉害的平台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板的司机要退休了 因为这位司机在职期间 对老板尽职尽责 老板出于对司机的感谢 给了这个司机一张 写有一千万的巨额支票 这张支票足以解决 这个司机退休后生活的一切问题 但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司机居然拒绝了 老板 一千万我还是有的 老板非常吃惊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这位司机笑着对老板说 老板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 你买股票 我就跟着买股票 你看好的房子 我就跟着买 你做的事情 我都跟着你 你都赚成了亿万富翁了 我成千万富翁 也不成问题 高质的圈子 能不断牵引你 走向更好的目的地 三 良心和好人品 是为人处事的根本 人品重如山 良心比金贵 良心是人品的体现 良心是为人的根本 良心是做事的底线 有无良心 人品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良心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 良心诠释着一个人的内心 有良心的人品行端正 有良心的人不会伤人 一个有良心的人 不会为了钱坑蒙拐骗 不会为了力不择手段 把品行看得最重 把良心用心守护 一个有良心的人 重情重义 懂得珍惜 再累也不会欺骗家人 再苦也不会坑害朋友 做人要有良心 良心在才不会为非作胆 有良心才不会伤了人心 有了良心才能得人真心 才会有人珍惜 做人良心不能丢 丢了良心就毁了人品 做什么都没人支持 说什么都没人相信 欲世无人帮 难时没人住 做人有良心 有好人品 才能有人帮 有人相信 才会一路顺遂 世间任何事变化莫测 人心更是难以揣测 但再好的伪装 时间久了也会露出破绽 只有人心足够善良 才能更好地立足于这个多变的社会中 生而为人 底线不可悦 良心不可丢 东汉时期杨振 曾往东来郡夫人 路经昌仪县 见到了以前自己推荐的秀才 王密 就任昌仪县令的王密 便为了报答杨振的恩情 王密向杨振献上了一些黄金 当时夜深 除了他们俩 没有其他人 杨振看到黄金 便拒绝王密的好意 王密就笑着说 夜深人静 不会有第二人知晓的 杨振听后 一脸肃然地说 天知 地知 我知 你知 何谓无知者 皇帝听闻他的事迹后 给杨振连声寄击冠 为人处事 不昧着良心做事 才无愧于心 人可以没钱 但不能坑蒙管骗 事可以不成 但不能耍手段 没良心 良相之人天不负 人品好的人 终不会被别人所负 做事先做人 做人得为先 有人说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 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而是人品 人品是生活的通行证 在冷峻又善变的时代 人品是彼此心灵 最后的依赖 人品扭曲 做事就好不到哪里 做人肯定也不怎么样 其言便难以让人相信 人这一生 智慧可以少一点 能力可以差一点 但好人品是不可缺少的 你有什么样的人品 就决定了你的人生 能达到怎样的高度 一个人外在条件的好坏 决定了他行走的速度 但内在的品格 却决定了他能走多远 走得再快 走得不够远 不够顺 也无济于事 一个人不管多聪明 多能干 背景条件有多好 如果不懂得做人 人品很差 那么他的事业 以及人际关系 将会大受影响 只有先做人 才能做大事 人这一辈子 没有能力的好人 远胜过能力出众的坏人 人品出众的好人 才会成为人群中 闪闪发光的存在 人品好 做人就赢了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 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而是人品 子欲为事 先为人胜 喜欢一个人 始于共鸣 陷于才华 忠于人品 可见人品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好人品是一个人 最宝贵的财富 它构成了人的地位和身份 它是一个人真正的最高学历 是每一个人的黄金招牌 来言松曾说 人品是最高的学位 得与才的统一 才是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人才 人生如逆水行舟 良心和好人品就是双奖 奖在 逆流也能一路向上 但失去了奖 哪怕只是一个 也会落得个 周毁人亡的下场 做人不忘良心 不输人品 以宽容之心待人 以慈悲之心烈士 才能成想成之事 做想做之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